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要聚焦一颗在全球半导体市场意义生辉的明星台积电 刚刚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台积电的净利润达到了3253亿新台币 惊人的54%增长 这一数据不仅超出了市场预期 更是彰显了其在AI热潮中的强大实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 台积电的客户包括知名企业如苹果 和英伟达 随着AI技术的迅速发展 公司的订单量持续攀升 第三季度营收达到235亿美元 同比增长36% 这一切都显示出台积电在半导体市场中的领导地位一加巩固 不过台积电的成功并非毫无挑战 虽然荷兰A3Mail公司的预测让整个行业感到震惊 但台积电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其股价今年以来已上涨了75% 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台积电不仅是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佼佼者 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中间力量 随着下半年的科技旺季即将来临 我们可以预见台积电将继续加速生产 迎接更大的挑战和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先者 台积电TSMC的最新财报 这份报告向我们展示了 台积电在第三季度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 本文的来源是南华早报 它详细介绍了台积电在人工智能热潮中的表现 和未来的战略布局 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季度 台积电的净利润达到了惊人的3253亿新台币 约合101.1亿美元 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4% 这一增长幅度 不仅超出了市场预期的3002亿新台币 也反映了台积电 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业务需求的急剧增长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 为苹果和英伟达等知名科技企业提供服务 随着AI技术 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应用 台积电的订单量大幅增加 这不仅体现在收入的增长上 还进一步巩固了 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季度的营收达到235亿美元 同比提升了36% 超出了公司先前预测的224亿 至232亿美元之间的范围 台积电的财报 还揭示了其资本支出方面的重要数据 第三季度 公司的资本支出达到64亿美元 较第二季度略有增加 此举显示出台积电正积极扩展其生产能力 尤其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建设三座新工厂 计划总投资高达650亿美元 这表明台积电在国际市场的扩展策略中 对美国市场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台积电仍把大部分制造业务留在台湾 这不仅是对台湾市场信心的体现 也是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不稳的情况下 增强公司生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尽管台积电在AI领域风头正进 但全球半导体市场并不完全稳定 荷兰的ASML公司作为全球芯片 制造设备的主要供应商 近期预测其2025年的销售和订单 将低于预期导致其股价出现了 自1998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这一情况向市场传递出行业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然而台积电似乎不受这一负面消息的影响 反而其股价在今年以来以上涨75% 市值接近8400亿美元 这种市场表现不仅反映了投资者 对台积电在AI浪潮中抓住机遇的信心 也展示出公司强大的市场韧性 在台湾台积电被誉为护国神山 在国家的出口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面对英特尔和三星电子等竞争对手的挑战时 台积电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份额 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优势 随着下半年传统科技产品旺季的来临 台积电将进一步加速生产 以满足年底假期前客户的需求 台积电的成功 不仅仅是它自身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体现 更是对全球科技行业 对AI技术需求激增的直接响应 在未来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普及 台积电将无疑继续引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中流砥柱 从多角度来看 台积电的财报成绩 以及在AI领域的积极布局 不仅对股东和投资者是一大利好消息 也为整个半导体行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AI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从智能手机到自动驾驶汽车再到数据中心 各个领域对高性能芯片的需求不断增加 台积电凭借其技术优势和迅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正不断扩大其市场领导地位 此外台积电在美国的扩展计划也值得关注 在全球供应链任意复杂的背景下 台积电选择加大在美国的投资力度 不仅是出于市场拓展的考虑 也是在地缘政治紧张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情况下 确保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稳定发展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全球半导体市场存在的挑战 供应链瓶颈原材料价格波动 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都是台积电和整个行业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尽管如此台积电凭借其行业领先的技术和市场适应能力 有望在未来继续保持其增长势头 综上所述 台积电的第三季度财报 不仅彰显了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上的强劲表现 也为我们展示了其在AI时代的战略远见和市场洞察力 台积电的未来发展 不仅关乎到其自身的成长 也将对全球科技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期待下次同您分享更多精彩的市场资讯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台积电的成功真是让人心花怒放 这次利润大幅增长 真是一场AI狂欢的胜利呀 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 台积电简直是光芒四射 似乎AI热潮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 想想看 苹果和英伟达这两大科技巨头 都在靠台积电供货 这绝对是如虎添翼 AI技术的发展 直接推动了台积电的订单量 只能说 他们真是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历史上 某些公司由于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而崛起 现在台积电正在成为新时代的领军者 诶 楚天书 别高兴得太早 台积电固然在AI浪潮中风光无限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行业的波动性 就像ASML最近的低迷预期 这种市场的起伏 可不是台积电能轻松避开的 历史告诉我们 在强大的企业也有倒下的时候 记得诺基亚吗 而且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不断增加 这就像一个无底洞 巨大的投资能否带来回报 还不是定数呢 还有 过度依赖某些技术趋势 可能会让公司面临巨大的风险 我看台积电也应该未雨绸缪才是 哈哈 琪琪 你的悲观真是独树一帜啊 不过 台积电可不是轻易被市场波动 吓倒的小公司 看看他们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 三座新工厂 可是实打实地扩产行动 说明他们已经为未来的增长 做好了准备 而且 台积电一直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 掌握着7纳米 5纳米 甚至3纳米制成技术 这些可不是说倒就能倒的 至于资本开支 来吧 投资是为了更高的回报 台积电对台湾市场的重视 正好显示出他们的战略眼光 好吧 天书 我承认台积电在技术上确实很牛 但过度依赖AI潮流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你说的技术优势是现在 但未来会如何呢 科技进步的速度可不慢 谁能保证 未来不会有更颠覆性的技术出现呢 当年科达也是技术领袖 但数字摄影技术一出 不就打得措手不及 至于他们在美国的扩展计划 你确定他们能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全身而退吗 在台积电的战略眼光 未必能抵御所有的不确定性之前 我们还是要保持理性 挨压琪琪 你的怀疑精神让我叹为观止 不过别忘了 台积电可不是坐以待毙的 AI技术的进展是全球趋势 台积电不仅是参与者 更是推动者 他们的研发团队 可是全球顶尖的存在 再者 台积电的多元化布局 正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市场选择 面对潜在的颠覆 他们完全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 至于地缘政治 这就像是下棋 台积电早已习惯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游走 保持乐观吧 台积电的未来绝对值得期待 哎呀 天叔 你这乐观主义者 真是给我上了一课 不过我还是得提醒 正因为台积电 参与了很多国际项目 他们才更容易受国际关系 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市场在变 技术在变 台积电也得变 就像我们在市场中看到的 那些曾经的巨头 也是因为没有跟上变化 而一蹶不振 我承认台积电目前的优势明显 但它也需要保持警惕 灵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总之 我们拭目以待吧 期待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 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 在这场辩论中 展现了不同的观点 对台积电在AI浪潮中的未来表现给出了各自的见解 我认为这场辩论不仅反映了企业运营的复杂性 也揭示了当前科技行业的脆弱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首先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台积电在AI热潮中的成功 认为公司已经站在了技术前沿 并且在行业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他提到台积电的技术优势和扩产计划 并认为这些都是企业未来增长的保障 然而 这种乐观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竞争环境的变化 台积电虽然目前表现优异 但过去也有不少曾经的技术巨头 因为未能持续创新而落后于市场的例子 谢奇奇的观点则相对谨慎 质疑台积电是否会因过度依赖而面临风险 他提到的历史教训 如磕大的失败 无疑是对企业管理者的一种警示 谢奇奇已是场波动和地缘政治未切入点 提醒大家 任何企业都不能对未来的变化掉以轻心 他的论点强调了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的重要性 这对于任何行业的参与者来说 都是必不可少的能力 综合两位变手的观点 我认为在现今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台积电目前的成功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但未来的持续增长 仍需依赖于其灵活应对变化的能力 和前瞻性的战略规划 过度依赖某一技术或市场趋势 可能会让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失去优势 此外 谢奇奇的担忧也凸显了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美中贸易摩擦及科技冷战的背景下 企业必须具备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 这不仅仅是台积电的挑战 也是所有高科技公司需要面对的问题 总结来看 这场辩论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台积电的理解 也引发了对科技行业未来的深思 在欣赏台积电目前成就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保持警惕 关注行业变化 并期待企业能够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 持续创新于成长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